這次顯示了兩件事 第一,騰訊之前預示會商討派息 那就真的派息了 第二,變相減辭京東 可否分析一下對騰訊的影響 他在想什麼呢? 我想一拼說情況 因為這件事 我想大家今早就看一份通告 現在還沒有看著 有很多疑惑的 疑惑的地方就是騰訊之物派中其息 當時你問我,如果回到之前的情況 我都會想 其實派中其息的行動 對騰訊也沒有不見得一件好事 因為之前不只是派京東 但即使你說派中其息也好 第一,預料它不會多 第二,其實對科技股 其實你有錢也想你去發展 派錢這件事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 對科技股,特別是增長的股份來說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現在到今天公開 終於知道的原因 就是他來派京東股份 再衍生幾件事 第一,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動作去做呢? 是否因為 你覺得京東的前景是不行的 還是有什麼情況呢? 這個可能要等公司的解話 第二,其實如果你假設 你說減少京東的時間 意味著其他他手上持有的一些 叫做一些股份 是不是之後的時間 都會陸續有些減榜呢? 因為不知道,如果要回公司 今次去講的原因 就是說,為什麼要減持京東的原因呢?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充分 就是兩體 他只不過是說 類似就是這個支持 什麼分享投資公司的增長 這些字眼 並於投資公司 可謂期未來計劃自行籌集資金的 適當時退出投資 要這樣計劃的話 其實你其他持有的一些股份 也有機會會這樣做 所以變相之下這些行動 我想公司都真的要詳細解一解話 但是變相之下對於一些去持有的股份 可能是京東 甚至乎美團也是的 大家會害怕的 當然今天來說 京東一定是最大件事的 因為這次你見到 其實這次 因為本身 騰訊拿著京東的量 他不小的 我現在說 如果你分派那個10萬分派 那人4億 好像4、6千萬股 那個數字一點都不小 所以變相之下 你這樣搞 就是你對於京東的股價 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另外 不要說他 其實你其他 可能你說 騰訊持有的股份 那些股份 大家都可能有點擔心 所以就變成這一次 最主要就是 動機問題 就是你說為什麼 騰訊這樣做 我其實也代理不了 因為真的 我想現在 大家可能會等 當然要是官方 看看騰訊 本身有沒有一些 可能一些大行的解說 但是 至於這件事 我自己看法 對兩者來說 都一定 我比較談到一些負面 特別是京東 你看現在盤前的時間 他的股價已經是跌這麼多 其實你見到美團也好 甚至乎快手也好 都是股價都跌了下去 當然沒有說京東那麼多 但是你說 本身真的一些 騰訊有持股的公司 大家可能真的有些擔心 所以這件事 我自己的看法 暫時來說 真的比較負面 雖然騰訊 我估計現在要彈一下 但是 我想最主要就是 究竟 他有什麼動機 要減持京東 這個確實是重點 的 三 五 二 三 六 六 六 五 五 六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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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